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场吃不完的盛宴,下一层。 伴随着紧张刺激的音乐以及那双看透一切的眼睛,故事正式开始了。 映入眼帘的是一盘丰盛的野味,围坐在一起的时刻,一个个都在低头食用,并没有要说话的意思。 整个环境里只有刀叉碰撞在一起的声音。 仔细看去,你又会发现,他们的眼神交流好像带着敌意。 在这当中,也不乏吃相优雅的老太,以及带着吊平来的男人。 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那位不太动快的女人。 食物明明堆砌了很多,但她好像没有什么食欲。 当镜头往下拉的时候,桌下进食灰尘。 这时,桌椅开始吱吱作响。 当服务商眼神失忆的那一刻,整个餐桌连带食客一起全部吊到了下一层。 这间领班的主管飞快地记录着什么,然后通过广播进行通知。 很快,她就带着服务商来到了下一层。 就在他们行动的同时,顶层的灯也自动降了下去。 看起来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下坠了,食客们也并不诧异。 他们任由服务商清理灰尘,不一会儿音乐继续,大家纷纷又开始动快。 而服务商这边则是推过来更多的山珍海味,不对,应该说是珍稀动物。 食客们自然是欣然接受了。 除了那位女人,但她的碗里还是被放满了食物,很快整个屋子又只剩下刀叉碰撞的声音。 只是同样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,领班还是一样带着服务商往下赶,可菜还没上桌呢,食客们就连人带桌掉下去了。 这一回,服务商明显有一些匆忙,在领班的事业下,他们静止去了下一层,他们打算提前后场。 镜头回到食客所在的上一层,白胡子最先咀嚼食物,紧接着所有人也投入了这一轮的咀嚼。 还记得前面一直不怎么动快的女人吗? 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她也加入了这场战争,只不过她的眼中是带泪的。 食客们的确如约而至地掉了下来,只不过她们是一层切一层地掉,而且并没有停下的意思。 也许等待她们是一个无底洞,这时领班的眼角似乎带着一丝笑意,其他的服务商则是面面相续,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是为什么。 故事就在领班的眼神里结束了,全篇并没有过多的台词,食客们可以说根本没有出声说话,在这支影片中,他们全程都只负责吃。 但仔细想想,食客中,每个人的打扮穿着都不一样,或许他们每个人都代表着某类群体吧。 那个病痒痒的男人,他从始至终都没有享用过食物,可他也没有阻止一切发生。 而一开始不愿意动快的女人,也许一开始的她是真的很抵触,可她也没有想出好的办法来解决,最终也被同化成了一类人。 最无边的欲望让他们丧失了最基本的良心,也许这一场美味盛宴就像是我们对于自然的索取,希望我们都不会成为失去良心的人,因为无从参考。 那么解答出来的意境也有很多,以上纯属个人理解,只希望这个简单的故事能够让我们真的神思。 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